就是這個味道 你一點都沒有生疏 妈妈那天才回来 妈妈那天才回来了 好吃 好吃 就跟你说你不要练习练那么久 我这样难过会受伤 真的没事 好了 好了 夏天请 她真的很喜欢你 不过她有一个永远都赢不了的对手 你还是用不了赵紫波 对不对 没事 就只是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不用担心 但是你的受伤 就是受伤 就像运动员赛和冰敷一样 只是想让肌肉休息一下 她就没拿提过了 胜疏了 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到 对了 苏菲亚有跟我说 她有去看你练习 她说 你做的蛋炒饭很好吃 但是卫人 不要让你担心才这么说的 我自己知道还差远了 那你现在是故意让我担心吗 之前苏菲亚受伤 所以我有上网操了一下 一直冰敷 也会对你的手不好 所以呢 有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好好的让你的手休息 偶尔要伸展一下 还有帮你按摩 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事 不只是手要休息 还有你整个人都要休息 走吧 我们去睡觉 走吧 奇怪这个火怎么这么小啊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这样子 挺乖的 你下去再看一次好不好 是这个吗 我就知道张振宇出奥部 现在该怎么办 OK吗 可以再大一点吗 火焯 火焯 有用耶 火便的更恙耶 core workout 但是越嚼 卻越有味道 巨岩 我用了兩種不同的鹽 天然的海鹽還有葉鹽 因為它們含有很多不同的礦物質 我將兩種鹽用一定的比例混合 和炒飯相符相成 才會呈現出這種微妙的味道 現在宣佈 第一名 林霄飯店 啊 第一名怎麼可能是林霄飯店 你們有沒有搞錯 請問你是哪位啊 我是大和飯店的老闆 有什麼理由大和飯店不是第一名 你們剛剛明明吃得那麼開心 我們對大和飯店的判定是 失格 大會規定的食材是米跟蛋 大和飯店的蛋炒飯 表面上沒有任何的違規 但是實際上 卻已經使用了規定以外的食材 所以 不予評選 還有 大和飯店 就算沒有失格 味道也比不上林霄飯店 林霄飯店的主廚 不同於其他飯店 就是想要換食材 或增添其他的味道 反而是一心一意的 想要將食材的原味 發揮到了極致 這 才是比賽的精神 大和飯店 什麼辣比賽 成熙啊 我們現在盛重的宣布 世界飯店會團大賽 台灣綠賽的冠軍就是 林霄飯店 恭喜 恭喜林霄飯店 我們獲得 現在有請 民生大 上台錄製班長 有請林霄飯店代表 本台 恭喜 太棒了